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瞬间料理秀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章节1 晨光中的快速美味煎蛋卷 2章节2 午后轻松 三步骤鲜虾沙拉 3章节3 夜幕降临 五分钟香煎鱼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章节1 晨光中的快速美味煎蛋卷 章节1 晨光中的快速美味煎蛋卷 亲爱的学者们 美食家们 还有那些 只是想要在早晨不打瞌睡的勇士们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充满了蛋香 技巧与哲学的话题 煎蛋卷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煎蛋卷并非是一项 需要穿越时空的复杂记忆 它不像制作一道 完美的法师奥姆莱特那样 需要无数次的失败与练习 然而 不要小看了这个简单的料理 它背后隐藏着的学问 可是深奥且广泛 在晨光中 制作一道 快速美味的煎蛋卷 首先需要的是一颗 平静而专注的心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就像古代的禅东大师 在炎默默之前的冥想 我们在煎蛋之前 也需要一段短暂的内心对话 问问自己 今天的蛋卷要加入些什么 是鲜嫩的葱花 还是色彩斑斓的甜椒 或者 为了那些追求极简生活的朋友们 我们只加入一点点盐 接下来 是选择合适的武器 哦 不 是工具 一个好的不粘锅 就像是古代骑士的坚固盾牌 它保护我们的蛋卷 不受烧焦的威胁 而一把灵巧的铲子 则如同勇士手中的利剑 轻松翻转蛋卷 展现出我们的烹饪技巧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火候 火候 对于煎蛋卷来说 就像是对待一段关系 太急躁了 蛋卷外脚里生 太慢吞吞了 蛋卷又黯然失色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中火 让蛋炎慢慢凝固 同时又能保持那份嫩滑 当然 最后的关键时刻是翻滚 这需要一种优雅的手腕动作 就像是中世纪舞会上的一次完美旋转 一次 两次 三次 直到蛋卷 呈现出金黄色 就像是晨光中最温暖的色彩 最终 当你将知道快速美味的煎蛋卷端上桌时 你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份早餐 你还传递了一份文化 一份历史 和一份对生活的热爱 这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食物 这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旅行 一次味蕾的冒险 以及一次心灵的洗礼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在晨光中煎制蛋卷时 记得 这不只是关于填饱肚子 这是关于传承 创新和享受生活的每一个小小瞬间 祝你煎蛋成功 每一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章节二 午后轻松 三步骤先下沙拉 各位尊敬的时尚探险家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历史课堂 今天 我们将一起探索一道 简单却充满乐趣的料理 午后轻松 三步骤先下沙拉 请系好您的围裙 我们即将启程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希腊 沙拉的起源之地 当时的沙拉 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蔬菜混合物 但它们已经包含了健康和清爽的元素 然而 我们的仙虾沙拉 可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步骤 捕捉仙虾 在古罗马时期 捕捞海鲜可是一项高技术活动 需要精湛的捕育技巧 和对海洋的深刻理解 不过 放心 我们不需要真的去捕捞 只需前往市场选购新鲜的虾即可 选择仙虾时 记得寻找那些眼睛明亮 可光滑 肉质紧实的家伙 如果虾子能够自我介绍 那一定会说 我是海洋的精英 为您的沙拉增添 无限风采 第二步骤 准备沙拉底座 在中世纪的欧洲 蔬菜并不像今天这样受欢迎 但我们的沙拉底座需要它们 选择一些脆生生的生菜 或者如果你想要更加复古 可以尝试一些中世纪的蔬菜 比如茴香或者甜菜 将它们洗净 切成湿口大小 就像在为一场盛大的宴会 铺设绿色的地毯 第三步骤 调制秘制酱汁 如果说沙拉是一幅画 那么酱汁就是那最后的点睛之笔 我们可以借鉴古埃及人使用的各种香料 或者参考文艺复兴时期的调味艺术 制作一款既有历史底蕴 又符合现代口味的酱汁 橄榄油 柠檬汁 蒜末 盐和胡椒 这些简单的食材 就能调制出一款让人回味无穷的酱汁 最后 将鲜虾 蔬菜和酱汁混合 一道色香味 聚全的午后 轻松三步骤鲜虾沙拉 就完成了 这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味觉之旅 在享受这道沙拉的同时 我们也向那些古老的食材 和烹饪记忆致敬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在午后的阳光下 轻松享用这道鲜虾沙拉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正与历史上的美食家们 共享这份简单却不平凡的美味 Bon Appetit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杰三 夜幕降临 五分钟香煎鱼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分享这个看似普通 实则充满深意的张杰三 夜幕降临 五分钟香煎鱼 首先 让我们来解读这个张杰标题 在文学中 夜幕降临往往象征着结束 宁静或者是未知的开始 而在这里 它可能暗示着一天的忙碌即将结束 是时候放慢脚步 享受一个宁静的晚餐时光了 但是 这个宁静被五分钟香煎鱼这个看似简单的料理活动所打破 它代表着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中 也能动发出创造力和美味的火花 现在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五分钟的烹饪过程 五分钟 这个时间长度在烹饪界中几乎是个奇迹 它意味着你 必须以极高的效率和精准的技巧来完成这道料理 这不仅仅是对食材的一种尊重 更是对时间的一种挑战 想象一下 在短短五分钟内 你需要将雪鱼从冰冷的孤独中唤醒 让它在热油的拥抱下 焕发出金黄色的光泽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厨房版的速度与激情 而相间雪鱼本身 也是一种对烹饪艺术的致敬 雪鱼 这种生活在寒冷海域的鱼类 以其肉质细腻 味道鲜美而闻名 将它相间至完美 需要对火候的精确掌握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这不仅仅是在做一道菜 这是在与食材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是在用心灵去聆听雪鱼在油锅中的低语 最后 这个章节也许还隐含了对现代生活节奏的一种讽刺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常常追求速度而忽略了品质 但是 五分钟相间雪鱼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匆忙的时刻 也能创造出令人难忘的美食体验 它告诉我们 不论多忙 都应该为自己留下一片宁静的空间 哪怕只有五分钟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下次当你在厨房里忙碌地准备晚餐时 不妨想想这个章节三 夜幕降临 五分钟相煎雪鱼 让它成为你的小小仪式 提醒你 即使在生活的快车道上 也不要忘记慢下来 享受那些简单却美好的瞬间 毕竟 生活不就是由这些看似不起眼 使则珍贵的片刻构成的吗 亲爱的观众们 通过这几个章节 我们一起探索了早晨的快速美味煎蛋卷 午后轻松的鲜虾沙拉 和夜幕降临时的五分钟相煎雪鱼 这些简单的料理背后 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让我们反思了生活的意义 煎蛋卷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它是一种传承和创新的象征 鲜虾沙拉不仅仅是一道菜品 它是一次味觉的时光旅行 而相煎雪鱼不仅仅是一份晚餐 它是对生活节奏的一种讽刺和反思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 我们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 但是这些简单的料理提醒我们 不论多忙 都应该为自己留出一片宁静的空间 让我们用心去烹饪 用味蕾去感受 用美食去重新审视生活的每一个小小瞬间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煎蛋卷 鲜虾沙拉和香煎雪鱼 有什么样的经验和看法 还有 你们有什么其他的美食话题想要和我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美食的世界 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